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系列课程中的一个章节 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源库的大小 现在是430.02个G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把这个400多G的资源库变到100多个G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 在使用Final Cut Pro过程中 硬盘占用空间越来越大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硬盘的占用空间 机器的性能和影片的质量 这三个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关系 之所以很多朋友觉得Final Cut Pro 比其他的剪辑软件更加流畅高效 一方面是苹果自家的软件和自家的机器 优化性能配合的比较好 另一方面就是牺牲了一部分硬盘空间 他用各种渲染文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既然渲染文件这么占空间 我们如何来管理和删除这些渲染文件 如果是整个资源库中所有的项目都做完了 我们就选择资源库 然后点击文件菜单 删除生成的资源库文件 如果只是阶段性的完成了部分工作 比方说只是这几个章节的课程更新完了 这些是完成的部分 我就只选择这部分已经完成的事件 然后选择文件菜单 删除生成的事件文件 这里的名称会随着你的鼠标选择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点击之后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选择你需要删除的渲染文件 如果是项目还在制作过程中 但是你的硬盘已经不够用了 你可以选择删除渲染文件 并只删除未使用的部分 这样它删除的是你现在时间线上 已经不再使用的历史的旧的渲染文件 对你当前的片子没有影响 像我现在这样 如果是整个片子已经全部完成了 我就选择删除全部渲染文件 同样完成的项目 也可以把优化媒体 代理媒体和磁性盟版的渲染文件 全部删掉 我们看一下 删除了全部渲染文件和优化媒体 代理媒体之后 刚才的资源库 现在已经变成了142.47个G 是不是小了很多 这样删除渲染文件的方法 是安全且干净彻底的 建议大家不要手动的进入资源库里边 然后去这样 胡乱的删渲染文件和分析文件 除非你的项目已经崩溃了 不能打开了 或者自动删除功能已经无效了 同时你对这个文件夹里的结构关系 非常清楚 不然如果你误删了一些 带连接功能的文件的话 整个资源库都会发生各种奇怪的问题 还有一个地方的文件很多人会忘记清理 我们在选中资源库之后 在资源库的检查器中 可以看到资源库内所有文件的存储位置 这里包括素材文件 也包括渲染文件 代理文件 其中还有一项是资源库的备份 这个东西是被很多朋友忽略忘记的 只要你没有手动修改过 你的每一个项目的备份文件 都是存在影片文件夹中的 它不会随着你资源库的存储位置而移动 这样的分开存放设置是为了备份的安全 如果你存放资源库的硬盘出了故障 你备份如果和它放在一起 备份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有定期清理的习惯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虽然列出了很多文件夹 但其实这只是我最近一小段时间 使用过的项目的备份 空间也不大 只有3.6G 快回去看一看 如果你从来没有清理这里的习惯的话 这里的空间占用一定会吓你一跳的 如果你的机器性能够用 即使做了一些效果播放起来也比较流畅 你可以在设置菜单中把后台渲染的选项关掉 如果你的硬盘空间很富裕 但是机器配置比较一般 又经常要做很多效果的话 你可以把后台渲染开着 它会利用你工作的闲暇控弦 把时间线上所有的素材渲染一遍 渲染过的部分 时间线的上方是这样空白的干净的时间线 没有渲染过的做过效果的部分 上面会有这样的小白点 表示这部分你是做过一些效果 或者是素材和时间线设置不匹配 它需要在每次播放的时候实时进行计算 如果你的机器配置不算高 同时硬盘空间也不够富裕的话 你也可以把后台渲染关掉 然后降低剪辑时的播放质量 如果你在做了很多效果 并且剪辑了一段时间之后 播放时间线的时候弹出有丢针的提示 这个时候一般就跟硬盘的速度没关系了 很多时候是你配置不够 同时又没有开后台渲染 所以它一边播放 一边的实时计算 机器性能不够了 你可以把当前播不动的这一段选中 手动的选择 把这部分进行渲染 渲染完之后 播放起来就流畅了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投币评论点赞转发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